中美洲國家尼加拉瓜 今個月初與台灣斷絕關係 承認中國大陸 我們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隨即將位於尼加拉瓜首都馬納瓜 外事部門的建築 用象徵性的一元 賣給天主教馬納瓜總教區 但是尼加拉瓜總統奧迪加行動果斷 星期日晚將他沒收 再交給北京 講回事件的起因 剛剛也說了 用一元的美金賣給天主教教區 台灣的外事部門就說 雙方已經在22日完成了簽約 並且經當地律師的公證 教會也承諾將會妥善保護 以及運用管社 馬納瓜總教區牧師卡羅斯 就是卡羅斯 向新聞報就說 一位台灣外事部門的人員 向教堂提供財產 他說沒問題 但是轉移仍然在法律程序中 究竟誰說法才是正確呢? 有一個很大的問號 12月26日 尼加拉瓜政府檢察總長辦公室發表聲明 強調尼加拉瓜 承認北京 說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意味原先登記的相關不動產家具設備 都是歸中國大陸所有 不容所謂的交易轉讓和捐贈 任何的捐贈都是無效的 奧爾加的政府 奧蒂加政府檢察總長辦公室發聲明 就說相關堅持非法主張的行為 都會遭到法院和司法行動的追究 奧蒂加就說 下令沒收台灣政府捐贈的資產交給中國大陸 台灣的外事部門就在譴責尼加拉瓜 就說侵佔他的管社 是一個重大的違法行為 不法轉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無法接受 並且強烈抗議 呼籲國際社會共同譴責尼加拉瓜政府 和中國大陸政府的惡劣行徑 但譴責有什麼用 美國經常譴責中國新疆問題 又有什麼結局出來呢? 然而就算 和台灣關係友好的立陶宛和斯洛伐克等國家 都沒有正式承認台灣作為一個國家 有官方的外交 現在台灣只剩下14個正式的外交盟友 所以這次台灣真是撤輸 在北京台灣 這件事件有人問趙立堅 怎麼看? 記者怎麼問呢? 我根據記者的問法 說台灣的外交部強烈譴責尼加拉瓜 挪用台灣資產包括他的大使館 並且轉交給中國大陸發言人有何評論 趙立堅很意證辭言 他說什麼呢? 首先我要告訴你的是台灣沒有外交部 只有台灣省的外事負責部門 即是串離台灣也不是國家 即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趙立堅說 世上只有一個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自成立起 就代表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 這是不可動搖的歷史和法理事實 趙立堅強調根據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等等國際法的基本原則 中國的全部國家財產 無論是在境內還是海外 他的所有權都歸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中方在上述的主張在多年的外交實踐 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可 他也讚賞尼加拉瓜政府尊重中國主權 確守一個中國原則的正義之舉 台灣當局試圖利用轉陣 即是故意交給天主教教區 去達到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這種技量最終只會搬起石頭 就摘自己的腳 我認為近期台灣玩政治玩出火 多次接待一些歐美的政客 波羅的海國家和美國的政客 激怒中國大陸 現在中國大陸捉到鹿 當然不會不會脫國 自然借機玩你台灣 現在趙立堅理直氣壯地批評 有道理之餘 也更加 以後台灣跟邦交國斷交 很大機會連外事部門的地方 都要交給中國大陸 面是別人比 假是自己丟 台灣玩遊戲玩到不給面 玩串個派對 中國大陸當然不會給你面 對不對 然後講第二個話題 就有這個歌手 黃耀明和劉爾達組成的答明一派 在今個月在伊利沙伯的體育館 舉行了一年六場的答明一派 replay live 2021的演唱會 其中首場就演出了一個 突然被消失的回憶影片 即是他在唱歌 但畫面是黑了的 他就說這個影片突然被消失 通常家國鼻子都是想嘲諷中國 或者中國香港這類的政權 這條影片在26日晚上 在答明一派和黃耀明的社交平台解封 這條影片好像是沒有聲音的 我記得 這條影片無疑黃耀明和劉爾達在通訊軟件的對話 其中一個人說等著你回來 另一個就說看完了 請你立即刪除 然後就播出幾張歷史照片 包括黎智英、黃之鋒、周恆彤、何桂南 和前蘋果副社長陳佩敏被捕的新聞 以及反修例遊行和蘋果日報的最後一份頭版的照片 這裡要說回黃耀明就是那位 在2018年的立法會 港島區普選中 參加了一場支持候選人歐樂天的造勢晚會 並且演唱了兩首歌 當時被捕後有記者問廉政專員白允錄 白允錄說根據法例不容許有娛樂成份 去誘使他人投票 日後政治站台如果有表演 有機會構成娛樂成份 會干犯相關法例 其後由於控方認為這個案情較輕微 同意被黃耀明簽保守行為 主任裁判官羅德傳下令黃耀明 簽兩千港幣首行為18個月 期間黃耀明要保持公眾按鈴行為良好 不得再光返和選舉舞弊相關的罪行 說回這個演唱會 有報道說這個演唱會政治意味濃厚 首先黃耀明和劉爾達登場之前 螢幕顯示出一個二維碼掃描口 就出現安心出行的登基證 你看到他一開始也有版機師的造型 接著廣播提到有別於法庭的旁聽 場內歡迎觀眾穿著有自具的衣著進場 即是最近法庭不讓一些有政治標語的衣著的人士進入法庭 當達明一派表演 那個下午我在舊居銷信的時候 場內一片漆黑 黃耀明透露原本會在表演時播放一些回憶片段 剛剛講了一條被消失的片段 他做了一條片被消失了 所以畫面黑了 歌迷就很懂得做 拿著手機播放 好像黑暗中的燭光 黃耀明就多謝歌迷 多謝你們 因為日子真的很黑暗 比想像中黑暗 希望你們成為照亮世界的燈 然後他唱到等著你回來的大碟的時候 螢幕上出現了張愛玲傾城之戀的一個段落 他說這裡什麼都完了 靜下都是一些斷壁殘喚 失去幾力的文明人在黃昏中 跌跌蹦蹦摸來摸去 好像在找些什麼 其實什麼都完了 黃耀明又有用一篇評論 這個漢男、惡男的平庸之惡的文章 就說個體的惡或許佛味 但是集體的惡從來並不平庸 黃耀明在台上提到何桂林 如果大家知道 他也是違反了港區國安法 因為參與初選 他就說去年何桂林每一場都有來的 今年他來不了 是我們的朋友 也是大家的朋友何桂林 他說我得知道何桂林有托朋友代為獻花 希望大家不要忘記每一位 不知道每一位是否想暗示 就是現在被關押的或者保釋的 就是參與初選案 涉為港區國安法的被告們 當唱出最後一首歌的時候 黃耀明更加說大家要生活下去快樂下去 所有人都要多見一些不要給邪惡的勢力 讓大家躲起來 值得留意的是 達明一派replay live 2021的首場演出 獲得何韻詩到場支持 黃耀明就有感而發 在一個社交平台就說 最愛的女朋友 就是鍾楚紅 和姑姑何韻詩 何韻詩也大讚 黃耀明是他的英雄 翻查資料本身是歌手的何韻詩 就在2012年參與同志平權的運動 開始逐漸變成社韻人士 他同年就公開宣佈自己的同志 他在第二年就和時任的立法會議員 陳志全和何秀蘭 組成同志平權組織 爭取性傾向歧視條例的立法 其後他在2014年參與了戰中的運動 由歌手慢慢搖身一變 就變成社運人士 他也是在警方清場期間被捕 2019年他更活躍在反修例的運動 有份呼籲美國通過 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 並且擔任專門支援 反修例被捕人士的612基金信託人 說回何韻詩和黃耀明有什麼關係呢? 何韻詩原定9月在香港藝術中心的壽神劇院舉行演唱會 但藝術中心引用場地租借合約中 可能危害公眾秩序及安全條款 臨時拒絕了租出場地 令到這個演唱會被迫改為網上直播 當時黃耀明有現身支持和和他合唱這首《問我》的歌曲 何韻詩笑笑口說 如果不是黃耀明 他也不會弄成這樣 形容黃耀明是他的天使 繼何韻詩之後 如果大家還記得 還有一位歌手 前E-Kiss的成員阮文安 他在今年的9月9日到10日 應該理論上在旺角的麥花審場館舉行過唱 即個人演唱會 阮文安也是同月的月初 在個人社交網頁宣佈 收到麥花審場館出了通知信 會以關閉場館為理由取消他的過唱 外界一直都關注 同樣活躍於政治議題的藝人 黃耀明可不可以舉辦演唱會 我真的不太清楚 這個演唱會 這麼政治含義這麼高 究竟是負責伊利沙伯體育館的 理論上這個康民處的職員 負責預約場地 究竟是他的政治觸覺不敏感 不靈敏 意識不夠強 還是故意 還是這個演唱會 本身就沒有任何法律的問題 連政治問題都扣不成呢 這就留待公眾去判斷 這就是我上半段的分享 請忘記,請拜託 感谢观看